日本流行每日速报的七人物语 大家好,我是爱讲七人故事的速报君 今天我们讲的这位七人 如果是围棋迷一定听过他的名字 一生横跨日本大政、昭和、平成三个时期 在围棋方面的成就数不胜数 虽然下棋时他的手法飘逸 但私生活却是放荡不羁 三个词总结就是 玩女人、爱喝酒、乱赌博 但就是这样一个人却带出了一批围棋名人 甚至深远地影响了中国围棋的发展 如果你是第一次来到日本流行每日速报频道的朋友 请记住这里是速报君的奇人物语 我们会跳下那些让人吃惊、意外、感人的故事 讲述那些奇葩、奇特、传奇的日本奇人 通过他们的生活背景 了解日本文化 通过他们的成长经历 了解日本流行 在开始听故事之前 请别忘了点击关注 并给视频点个赞 然后打开小铃铛 你就不会错过每个故事了 那么废话不多说 今天的主角就是腾泽秀行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开小铃铛